我們現在要介紹的WIGI也是一個線上白板 它跟Canva有點不一樣 Canva白板還是比較偏在設計的方式 只是多了無線的空間 讓你去使用 WIGI的部分就比較像MIDO 這種比較有多功能在討論事項在收集資料 它的面向比較朝向這一塊 它本身也有就是瀏覽器的擴充工具幫你收集資料用的 所以你可以用來做個人資料的整理 或者你要跟同學彼此像我們剛剛Canva的互動討論都可以 只是說它目前免費的方案裡面 如果你要跟同學互相討論跟Canva這樣 彼此就是線上直接編輯的 它現在是最多一次兩個人 除了你以外在另外加兩個人同時在線上做編輯 其他的你就是先用看的 先用看的 所以如果你們那一組可能人比較少 或者說你自己拿它來做整理資料 我覺得很好用 而且它也可以做簡報 也可以做簡報 那 一樣這個地方 雖然你一開始進來 看起來都是英文的對不對 但是沒關係 你註冊完之後 我們就會有中文的介面 那我這邊已經有註冊 我就先登錄一下囉 好 我先登錄一下 有沒有發現進來之後都有中文的 對不對 所以麻煩各位你先註冊個帳號吧 先試看看 好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邊 你一進去之後 它應該會有一些demo 我這邊是已經有使用的 所以跟各位的有一些不一樣 你們的好像有一個Welcome to WIGI吧 你可以點兩下 就可以打開 對你們的有這個 你可以看到它的一個使用方式 滑鼠滾輪直接滑鼠滾輪就可以縮放了 有沒有感覺到它也是無限白板 對不對 那你可以像這樣子 我今天想到什麼 真的比較像我們在用新制圖 我今天想到什麼 可以放進來 丟進來 然後可以做連結 然後呢 你可能會有動畫 可能會有網頁 可能會有影片 通通都可以丟進來 也可以暫時把它收起來 有沒有 你也可以組合在這邊 像這樣 你看這個是影片的 有沒有可以影片在裡面直接做 放大 放大 放大就放大 縮小就縮小 有沒有看到PDF也可以放進來 對不對 你可以點開 所以呢 它的操作會更加的直覺 那如果你要比較清晰的 我們講的思路的話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方便的工具 因為你的白板是無限大 所以它就可以像這樣子 不斷的延伸出去 那我這邊也給各位看一下 我自己的 是這樣子 來我先回到我的 這裡 在下面 這裡有一個 這個 你看我這邊的 這個我就把它當作是 簡報來用 你可以看到我在這裡 我就一個區塊一個區塊 所以你們也可以自己區分 不同的區塊 那我們要做 這個 講解的時候 或者 其實我發現 現在很多的學生團體他們也會用 類似這樣的工具 當然在我們學校我比較少看到 可是呢 其實說真的 你看 我點這個 點下一個 你有沒有發現我都直接跳到那裡了 這個是它的簡報模式 也就是說呢 你現在看到的這種方法 它其實就是把我剛剛所整理的東西 我在這邊不是都有一個區塊一個區塊嗎 這樣就是我的一個簡報一個簡報 的這個分頁 所以如果我進入簡報模式 我就可以像這樣子 我來這裡 有沒有一開始就注射 我也不用在那邊滾來滾去的 我可以馬上就看到我要看的這一頁 那我就到下一個 這裡你看 我們要看哪個地方 你有沒有想過 當我在做簡報的時候 我可以隨時的放大縮小 有沒有比較容易一點 對不對 那我點下去就可以播放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就像這樣子 我可以隨時的去使用它 所以 這個是我還蠻喜歡的一個 就是 使用的方式 當然我也可以像這樣子 直接跳到我覺得我要的重點 點過去 有沒有就跳到我覺得 又有重點 這些都是CAM-R比較做不到的 那我們的Miro 跟現在介紹的這個Witch 他們就是類似這樣的工具 因為我們在 做任何的討論 比如說像老師有在接 一些 案子的部分在進行 專案在進行 那我們要討論的話 這些東西 是不是紀錄都可以留下來 還是你們現在 對於這些紀錄都還不太有感覺 你們沒有感覺到 老師都有幫你們留很多資料進來嗎 我上課的資料 真的還蠻多的 除了你們的 我哪一堂研期的 哪一年的 這個 2014的 有沒有發現 都還有留著 所以其實我要找資料 我就發現 我在用的時候 真的變比較簡單 比較簡單 像 有些時候我要找 比如說像 我最近在整理這個 去花蓮要上課的 那 我在這裡呢 就可以透過 因為我資料都整理了很完整 所以我隨時要找到以前的這些資料 我就可以很清楚看到 我以前 到那邊有上過什麼課 而且實際的內容我都可以看到 就可以做回顧 就像這樣子 我可以 比較快的找到我要的資料 我不知道 對各位來講 你的資料 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因為 以我 自己的 就是 需求來講 我不只是 最後的成果很重要 但是 老師 這中間的思考過程 更重要 也就是 你平常 你們都只看 所謂的成品 成果 可是中間 你看我們從構思 你去做 思考 你可能就會有很多的想法 那這些想法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些 不管你是用Canva也好 用Middle 用Widget 我們都可以把它這樣 完整的紀錄下來 完整紀錄下來之後你回頭 要來看你這一路是怎麼走過來的 你就會發現原來我資料有整理好 我很容易就可以找回 我當初的想法 因為現在不要忘記了 現在很多人有沒有中獎 有沒有聽過兩個字的 叫做腦霧 你不要忘記的你會忘記好嗎 所以很多過程你真的會忘記 那我們透過這樣子把 很多的這個流程 你討論的這個 經過 把它紀錄下來 以後你才會發現原來 你是這樣一路走過來的 所以 我都會很在乎 我要怎麼樣去找到我的資料 我的資料怎麼留下來 你就知道為什麼老實上看到錄影了吧 因為如果用筆記的 我有時候要找不好找 對不對 但是我用錄影了 那我有分段 有像這樣把它完整紀錄起來 像我現在剛傳上去 我可能是只有這樣子 可是 我會像這樣再把它 標題整理好 所以沒有錯 老實會花比較多時間 可是 你會發現你花了這些時間 在我們後續的這些動作上面 就會比較值得 因為我比較容易找到 我想要的資料 這就是你自己個人專屬的資料庫啊 這樣有沒有清楚 還是你們對這個都沒有感覺 其實你做設計是真的需要把那個過程記錄下來 你常常會看 電視上不是很多在做紀錄片嗎 對不對 你要去跟拍 那 你要很多事情要紀錄 所以其實我們 視傳的同學也有一部分 少部分的人 會去接觸到類似像這樣拍片的動作 那你就會有 發現 其實 很多東西 我們都透過這樣去把它紀錄起來 你看 如果在這邊 角色你是這段影片 好我們就可以在這裡 你要貼上Ctrl加V 有沒有影片就進來了 對不對跟Canva一樣 你在這裡的話 你把它 拉開 點到它 你喜歡它多大自己決定 你如果是網頁 也是一樣 你就複製貼上就好了 它就會進來了 所以 你也可以暫時先把它收起來 如果你覺得這樣 佔太大空間 也可以暫時把它收起來 好甚至呢 我可以針對 我們一起來討論一下 這段影片 我們就來 下面 來這裡 你可以寫文字 討論 那甚至呢 我們在這裡 再貼一個 這兩個有點關係 我們就 把它 這個 有沒有點點 有沒有這樣連線了 他們兩個就在一起了 沒有連到 有啦 嚇我一跳 這樣可以接受嗎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其實Witch 像我剛剛講的 它比較像Middle 它的工具 會再更強調那個 流程的工作 就是工作的一個 流程的順暢度 你可以像這樣 我們就可以把它整理起來 那 這些東西呢 這個 我們可以用 匡選的 告訴它 這裡 喔 我待會呢 這個東西我要做個記號 你看我們在下面 你 待會你可以去邀請別人 一樣的 兩個人在這邊的話呢 就可以怎麼樣 即時去看到 大家的 郵標 好 那做什麼 然後你也可以用這個工具 直接把這個當作簡報 我在上面直接寫字 他們也會同步就看到 所以你做的任何操作 都在這邊 都有 這樣還OK嗎 所以 還是強調一下 今天最重要的是讓各位 看的叫做幕後花絮 也就是說雖然我們今天的重點 不再 做設計 而是你怎麼樣把 設計之間的溝通 把它做好 所以這是 為什麼特別要有一堂課來 這邊跟大家介紹的原因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啦 WIGI 你來用看看 好不好 你可以自己 你找一篇文章 也可以試一下 你網路上的不管是圖啦 你可能會有需要用到的 好 你看 我假設這個文章 就把它複製 我就可以拿到這裡面來貼上 它如果有抓到內容 它會自動秀出來 有沒有 就像這樣子 那我們 這些東西都可以把它 做整理 都可以做整理 你也可以點兩下 就可以增加 一些內容進來 在這邊 這邊 而且呢 它有一個收納的功能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就是如果這個 我可以把它疊在一起 有沒有 我可以整理在一起 像這樣把它整理在一起 你的物件本身 我們就可以這樣 好像群組這樣的概念 就可以組合在一起 一起走 像這樣 OK 所以 先讓大家有點概念 你們先玩玩看吧 那它如果 你要共享的話 就是在這邊 從這裡 從這裡呢 你去邀請 從這裡邀請你的 同學進來 你只要給他 就是 輸出他們的Email 就可以邀請 只是最多 我們剛剛講的 他目前免費的版本 最多就是兩個人 像這樣子 兩個人可以編輯 其他的可能就查看 就是只能看 OK 我先把工具的部分 簡單介紹到這邊 讓大家先試一下 螢幕 是